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隔11年再一次碰头 出演了一部《革命之路》 看过这部电影之后 很多观众用一种很戏谑的口吻讲 如果泰坦尼克号里的杰克 没有松开那个逃生的木板 和罗斯一起活了下来 那他们的婚后生活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革命之路》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莱奥纳多扮演的丈夫弗兰克 和凯特扮演的妻子艾波 是一对结婚多年的中年夫妇 曾经的弗兰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大好青年 而曾经的艾波 也有着自己的明星之梦 可随着岁月的流逝 弗兰克一事无成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枯燥乏味 看不到任何前途的工作 艾波的演艺事业更没有起色 沦为一个混日子的三流演员 平凡又庸碌的生活 一眼望不到头 曾经的模范夫妻 在七年之痒的魔咒下 步入痛苦的深渊 他们开始歇斯底里的争吵 他们开始否定自己人生的意义 他们开始厌倦 被生活消磨得灰头土脸的对方 就像厌倦自己的人生一样 在革命之路中 不仅探讨了婚姻和人性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 它展现了一种日常的孤独 这种状态 每个人都会遭遇 每个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那是一种绝望的空虚感 它由无聊 乏味 疲倦 枯燥 组成 他们很琐碎 他们可能是 你还提时代 独自一人 站在操场的那个午后 可能是你在结婚前和未婚夫争执 却没有吐出来的脏话 可能是你为了在办公室里讨生活的一次自嘲 也可能是你一天忙碌过后 到了家门口 却不敢开门进去的惶恐 就是这些琐碎 它们会在任何时候降临 它们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它们会尖锐地提醒你 你是孤独的 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希望 你一辈子就这样了 你完蛋了 电影《革命之路》的原著小说 正是美国作家 理查德·耶茨的成名作 耶茨非常擅长刻画时代 和人性深处的孤独感 被誉为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 短篇小说集 《十一种孤独》 耶茨更是把个体的孤独 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十一种孤独》里 耶茨讲述了十一个 关于孤独的小故事 里面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孤独的人 有即将结婚的青年男女 有新来的转学生 有退役的军官 有因为丈夫 罹患费结合而长期分居的夫妻 这些关于孤独的故事之间 没有逻辑关系 每一个故事都是短小而独立的 或许这就是孤独的真相 孤独是琐碎的 不讲理的 这意味着你生活的每一个时刻 和每一个地点 都会让你陷入孤独的绝望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会分享其中的三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 有小孩 有男人 也有女人 就像在 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电影里 马蒂尔德问莱昂 人生总这么痛苦吗 还是 只有小时候才这样 莱昂平静地回答 生活总是如此 教朋友 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十一种孤独的第一个故事 发生在学校里 学校里新来了一个 名叫文森特·萨贝拉的转校生 萨贝拉来自纽约 可是很显然 这个头发乱得像鸡窝的男孩 跟纽约的摩天大厦 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灰不溜秋的皮肤 萨贝拉的衣服 也非常寒碜 翻布鞋旧得不像画 黄色运动衫实在是太小了 不和身 胸上的米老鼠图案 早就磨损得 几乎看不出轮廓来 这就让她那条 崭新的灯兴绒裤子 显得格外刻意和搞笑了 毫无疑问 萨贝拉肯定是来自纽约的平民空 很快 萨贝拉就受到了大家的遗忘和排挤 其他人就算是想起了萨贝拉 也只是为了确认 她被排除在一切之外 挤在单杠边 轮流翻单杠的男生里 没有她 远处操场角落里 窃窃私语的男生里 没有她 疯狂地玩着追人游戏的男生里 没有她 当然 她也不可能凑合到女生群里 或者外班的男生群里 可见休息的十五分钟 第一个五分钟 她假装系鞋带 蹲下来 解开 又系紧 站起来 跑跑跳跳几下 又蹲下去系鞋带 这样反反复复 折腾了五分钟以后 她放弃了 第二个五分钟 她抓起一把石子扔着玩 又打发了五分钟 最后一个五分钟 她实在想不到能做什么了 只能站在那里 手先插在口袋里 又拿出来放在胯骨上 接着又像个男人似的 交叉放在胸前 这一切都落在了班主任 普莱斯小姐的眼里 我们可以说 这是在这个陌生又冷漠的环境里 唯一一个想要不断走进 萨贝拉内心世界的人 为了帮助萨贝拉 提升她在学生中的印象和形象 普莱斯小姐 可谓是煞费苦心 比如 在一次悬术课上 普莱斯小姐会说 假设华伦伯格和文森特萨贝拉 各带十五分钱去商店 而糖要十分钱一块 那么 他们每人可以买几块呢 比如 普莱斯小姐会给萨贝拉 在美术课上完成的画很高的赞誉 文森特 我一直想告诉你 我有多么喜欢你画的这些画呀 他们画得可真好 比如 普莱斯小姐会在午餐时间 特意坐在萨贝拉的旁边 兴高采烈地鼓励她 来到一个新地方 让自己适应新的功课 新的学习方法 很不容易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 你做得非常好 再比如 普莱斯小姐会在 她自己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 鼓励萨贝拉 做出一些改变 呃 我们星期一早晨的汇报 就是让大家彼此了解的一种好方法 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汇报 而是 如果她想的话 就可以 那只是让别人了解你的一种方式 还有许多许多种方式 重要的是 我们要记住 交朋友 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你可以交到这个世界上 所有你想交的朋友 只是 时间问题而已 明白吗 普莱斯小姐的努力 似乎起了作用 在周一的汇报里 萨贝拉成了最积极举手的学生 然而 现实的情况 却让人大跌眼镜 萨贝拉 似乎是为了迎合同学们的爱好 努力讲述了自己看电影的经历 可是 她错漏百出的说辞 和别角的语法错误 却让她再一次成了大家的笑柄 甚至还被取了一个 南瓜灯博士的绰号 这一次的课间 萨贝拉找到了新的藏身之所 一条水泥砌成的狭窄的小巷 在两栋教学楼之间 在这个凄凉的小角落里 她可以背靠墙壁 眼睛盯着出口 而别人的吵闹声 就像是太阳一样遥远 普莱斯小姐的鼓励 好像是梗在喉咙里的发霉面包一样 不仅再也起不了作用 甚至让萨贝拉避而远之 在其他人的嘲笑 和普莱斯小姐无能为力的安抚里 萨贝拉逃到了自己的避难所 那条凄凉的小巷 在水泥墙画下了一个美丽的人头 长而浓密的头发 精致的鼻子 长长的睫毛 线条优美 就像是小鸟的翅膀 她用观看恋人一样的眼神 欣赏这个头像 却最终画下了一个赤裸的身体 硕大的乳房 小而硬的乳头 肚脐 臀部 大腿 还有阴毛 最后 她在画的下面 写了一个人名 普莱斯小姐 在南瓜灯博士的故事里 我们会看到 就算只是孩子 他们的生存法则和事故的成年人 没有本质的区别 暗数一切 察言观色 左右逢源的处事规则 在孩子的吵吵闹闹之间 我们也会隐隐察觉 在二战之后 纽约那样一个光鲜亮丽的名字背后 也有巨大的阴影 一边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和风驰电车的铁路交通 另一边 却是城市里 成千上万 庸碌无为的工薪结脊 甚至是 黯然失色的 平民空 我们只喝一杯 然后 亲爱的 我们就回家 就像是革命之路 也此 尤其善于描写 夫妇之间的隔阂和孤独 在 一点也不痛 这篇小说里 同样描写了 一对夫妇的相处和痛苦 这天 麦拉一如四年以来的 每一个星期天 前往长岛 按照惯例 她总是 从公共汽车来 看望她的丈夫 她已经习惯了 走这段长长的路 她喜欢在 亨普斯特德的 小咖啡馆 耽搁一会儿 喝口咖啡 吃点蛋糕 然后再换车回家 只是这一天 情况有些不同 她在好朋友 艾琳和玛蒂家 吃过饭 耽误了时间 所以 玛蒂提出 要送她过来 同行的 还有捷克 到了医院 艾琳和玛蒂放下 麦拉 麦拉提出 让他们三个 先开车回去 反正 反正她早就习惯 从医院离开以后 独自一个人 坐公共汽车回家 可是 艾琳却不由分说地 替麦拉下了决定 你以为我是谁 疯了吗 你以为我愿意 开车回去 让捷克一个人 在后座上 一个人闷闷不乐吗 你在车里 她都难得开心 更别说 让她自个儿回家了 不 听着 亲爱的 我们到别处逛逛 可能去喝点酒什么的 然后八点整 回这儿来接你 艾琳砖断得 有些可爱 麦拉也没再拒绝 笑着关上车门 转身走向了 医院的费结合大楼 她的丈夫哈利 在那里 麦拉给哈利 带来新的杂志 而哈利给麦拉 展示最近 在病房里做的勾针 当哈利弯下腰的时候 麦拉看见了 她的胸脯 瘦得让人不敢相信 肋骨那里 深深地塌陷下去 上周做的手术伤口 还没有完全愈合 难看极了 接下来的时间 麦拉和哈利 开始无关痛痒地聊天 哈利在这里 已经待了四年 麦拉早已经不再问 你觉得 他们什么时候 会让你回家 这样的问题 而哈利也只能说 在这件事情上 亲爱的 你不能有任何指望 余下的探视时间 麦拉和哈利 陷入一种 无话可说 却又想要找一些话题的 尴尬沉默力 他们的沉默 是这样的怪异 可是 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这并不是一次 简单的生病住院 哈利在这里待了四年 疼痛 衰竭 恶化 还有死亡的恐惧 早已经是家常 变化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了 病院之外的琐事 对哈利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每周一次的探视 那些家常里短的事情 都已经到了 说无可说的地步 哈利看了一会儿 麦拉带来的杂志 他似乎感觉到 一直看杂志并不是很好 努力想要离开杂志 找些话题 然而 这种尝试 很显然只是徒劳 最后 杂志还是获得了胜利 而麦拉 也只能在沉默里 时不时地看哈利几眼 似乎在责怪她 难道 就不可以等她离开以后 再看杂志吗 哈利似乎一直没有察觉 麦拉的情绪 她只是躺在那里 一边啃着手背上的指关节 一边看杂志 一只脚的脚趾 拳起来 挠另一只脚的脚后跟 探视时间 就这样被打发掉了 出了医院 艾琳和玛蒂的车也到了 车里有着威士忌的味道 烟头像樱桃一样闪烁着 艾琳有些喝醉了 开车的玛蒂也有些兴奋 杰克的胳膊伸了过来 她用沙哑的声音跟麦拉打招呼 你好宝贝 杰克是麦拉的情人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 毕竟哈利在医院里待了这么多年 麦拉根本就是守活寡 艾琳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听着 我们发现了一个最最可爱的小地方 就在路那头 有点像路边旅店一样 便宜得要命 所以听着 我们再带你去那儿喝点东西好吗 麦拉说 好啊 当然好 很快 她就再也注意不到艾琳的声音了 因为杰克的手已经伸进了她的衣服 他们开始熟练地热吻 麦拉说 我们只喝一杯 然后 然后亲爱的 我们就回家 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可是在这个故事里 家成了一个充满反讽的词汇 麦拉的生活被撕裂成了两个部分 一边是宝金病痛折磨 在一次又一次肺结核的发作中 随时可能撒手人寰的丈夫 他们曾经是最亲近的人 却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因为疾病只能够相互隔离 日渐成为非常熟悉的陌生人 另一边 是情人杰克还有爱玲夫妇 大家一起逢场作戏 循环作乐 对沉痛的现实生活 视而不见 在咖啡 酒精 舞池 还有交欢中 麻痹精神的孤独与痛苦 正是在这种爱与欲 灵与肉的分裂中 家这个词汇 变成了一个 承在孤独的空壳 杀了这个杂种 杀了他 杀了他 如果说 孤独是一场瘟疫 在耶词的笔下 从孩子到成年人 从个人到家庭 再到时代和社会 没有谁能够幸免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 讲述的是一个 退役士兵的故事 在这个退役士兵的故事里 我们或许能感受到 整个时代的乏味和孤独 约翰费龙29岁 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 费龙工作非常静止 只是体态威武结实 因此 每当他穿梭在文件柜之间 总显得有些笨拙 费龙的生活非常规律 工作日的白天 认真工作 晚上和太太罗斯 在家玩牌 或者是看电视 偶尔买土豆沙拉 或三明治当宵夜 然后上床睡觉 只有周五晚上 因为电视上会播出 拳击比赛 他会跑到 离家不远的小酒吧 和那些一起 聚在这里消遣的 小伙伴待着 这些人 说不上是他的朋友 只是一群 出于习惯 待在一起的人 这个周五 费龙的心情很糟糕 原来 他的同事 假惺惺地捏造 自己在陆军部队的故事 吹嘘长官的 私制手套 和定制外套 这让曾经在陆军服役过的 费龙很是不满 他告诉这帮 花花肠子的同事 自己是个 伯朗宁自动步枪手 一向沉默寡言的费龙 开始不厌其烦地 向他的同事 描述自己的 伯朗宁自动步枪手生涯 伯朗宁自动步枪 口径3.0 弹侠可拆卸 全自动射击 是步枪班里 最重要的火力 你们试试看 背着伯朗宁自动步枪和弹药袋 空肚子 走20公里 然后 卧倒在沼泽地里 水漫过屁股 人被敌人的排击炮 压得抬不了头 可是呢 你还得举着 伯朗宁自动步枪站起来 掩护整个排 或者是整个连的人撤退 要知道 我可是当时最出色的 伯朗宁自动步枪手 可是这些办公室里的小伙子 根本不把费龙 这个已经退伍的 伯朗宁自动步枪手的话 当回事 甚至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伯朗宁自动步枪 没一会儿 他们就换了话题 晚上 心情仍然非常郁闷的 费龙和太太大吵一架 也没再去 他常去看拳击比赛的酒馆 而是直接搭地铁 去了曼哈顿 那里有高大宽敞的舞厅 几百个年轻人 围着桌子坐着 还有几百个年轻人 正在疯狂地舞动 周围堆满了 成渣的啤酒 乐手的各种管号 在烟雾灯光下闪烁着 费龙结识了两个 同样出来找乐子的男人 还拿下了自己的结婚戒指 他们一起搭讪了三个漂亮的姑娘 费龙沉醉在姑娘飞扬的裙摆里 他的情绪开始好转 在酒精的作用下 甚至开始变得欣喜若狂 他开始幻想 在出租车上 他如何地把手伸进姑娘的裙子里 抚摸他美好的肉体 在昏暗的房间里 他又可以怎么样地和这个姑娘 共度良宵 心最神秘的费龙一进入舞池 就把姑娘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 双手用力地露住姑娘汗湿的脖子 没想到 这个姑娘对费龙这样轻易地举动 全无好感 离开舞池以后 也只是僵硬拘谨地坐在费龙身边 完全不像另外两对男女一样 谈笑风生 费龙笨手笨脚地跑去给姑娘买酒 她对姑娘的渴望 因为姑娘的冷淡变得更加狂热 她开始想想 出租车里会有激烈的肢体挣扎 然后她会粗野地撕烂姑娘的衣服 卧室里她会使用蛮力 让姑娘发出窒息的身影 最后变成淫荡的精卵 她会让她放松的 然而 当费龙在推推散散的人群里 跌跌撞撞地回到原地的时候 姑娘已经不见了 她的两个小伙伴和另外两个姑娘也不见了 费龙茫然地站着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意识到姑娘把她丢下了 另外几个人也把她丢下了 离开舞厅 费龙飞快地走在街上 没有任何目的 只是麻木又迅速地走着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直到她撞见一群正在游行的人 这群人正在反对一个 据说是共产主义者的大学教授 警察正在维持秩序 试图驱散人群 费龙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只觉得每个人脸上的神情 都对自己满怀怜悯和鄙夷 仿佛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耻的可怜虫 杀了这个杂种 过了好一会儿 费龙才惊讶地发现 这是自己的怒吼 杀了这个杂种 杀了他 杀了他 费龙一遍又一遍地嘶吼着 推开游行的人 用力地冲到队伍的最前面 周围的游行者试图安抚他 然而无济于事 费龙一把抓住 那个素不相识的大学教授 对他因为恐惧而变形的脸 完全无动于衷 像撕扯一个歪七扭八的木偶一样 要把他扯烂 费龙的脸上 浮现出完全的满足和彻底的释放 直到冲过来的警察把他拉开 在费龙的故事里 我们会看到 人类灵魂深处的失忆和阴霾 他曾经参加过战争 目睹过死亡的恐怖 也因为侥幸活了下来 使得战争的残酷记忆 成为了他自己身上的荣誉勋章 在他平淡无奇的人生里 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事情 唯有战争 这个离现实生活越来越遥远的残酷事件 成了他身上与众不同的标签 让他夸夸其谈 获得精神的安慰 也填补心灵的空虚 但是 现实的情况确实 他的人生 只有一成不变的平庸和不堪 最终他选择了暴力的狂欢 作为泄愤的手段 然而 暴力之后 依然是无穷无尽的孤独和窘迫 这些人的孤独 构成了美国五十年代前后的社会群像 韩松落曾经讲过 按照阅读感觉来划分 中短篇小说 可以粗略的 武断的分为两种 一种像核桃 玻璃球 弹球畅快 戏剧化 主张精巧和俏皮 发展到极端 就是欧亨利和星星音 为了这一段故事 不顾一切 倾家荡产的盛装上演 刻意破坏人生的机理 罔顾人生的开放性 而另一种中短篇小说 像是结了一段大和 却不是物理上的那种阶段 而是心理上的 为观看的方便而结的 前因后果都潜藏着 可是这个截面的内容 却比整条河流更为浩荡 说的简单些 第一种中短篇小说 追求结构的精湛和情节的戏剧化 力求在小说有限的篇幅里 展现最丰富的矛盾 冲突和机关悬念 通过跌宕起伏的内容 获得最大的戏剧效果 而第二种中短篇小说就平常的多了 他们的叙述总是平静而不动声色 不厌其烦地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经历 可就是在这种普通和琐碎里 我们会触碰到生活最核心的一面 韩松洛认为 爱丽丝门罗的小说就属于后者 而理查德耶词的短篇小说 也属于第二种 在耶词的作品里 有海明威的质朴简洁 却直抵人心的力量 也有奥斯汀的含蓄和节制 还有对家庭生活和生活关系 非常独特的体贴与体察 他以简朴而直白的比调 刻画出现实生活的多种面貌 而这些面貌所展现的生活的核心 就是孤独 这种孤独分布在不同阶层 不同职业 不同年龄 还有不同性别的美国人 尤其是表面上看起来生活无忧的 中产阶级们的心灵深处 而耶词被称为是 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 却并不只是因为他发现了个人的孤独 这些个体的孤独在耶词的笔下 构成了美国50年代前后的社会群像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 被称为是焦虑的时代 那时候二战结束不久 随着二战的胜利 美国成为了世界格局的领导者 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非常发达 然而和飞速发展的经济相比 美国和苏联的冷战 以及美国反共的政策 让美国国内自然而然 笼罩上了一层紧张的氛围 而更为让人不安的是 自1776年以来 让世世代代的美国人 都深信不疑的美国梦 似乎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美国梦意味着 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 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只要一个人拥有勤奋 勇气 创意和决心 迈向繁荣 他就可以超越阶级的束缚 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说白了 美国梦之所以能够振奋人心 就是因为它告诉每个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可以获得提升阶级的机会 一贫如洗的穷小子 可以变成生活体面的中产阶级 而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 可以变成更上流社会的政治精英 或者达官贵族 整个阶级 只要还有流动的可能性 那么生活就是充满希望的 然而 被认为是社会的稳定器的中产阶级们 却在这个时候发现 他们的生活早就已经到了天花板 原来 美国政府大力鼓励底层阶级 向中产阶级过渡 却没有为中产阶级们提供 继续上升的社会渠道 那些来自中产阶级 生活看似没有物质烦恼的人们 就像是耶词故事里的主人公 他们可能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 可能是退伍的军人 可能是公司的职员 可能是编辑 可是他们却陷入了一种生活的苦闷 在他们的生活里 大部分人都没有衣食之忧 却没有梦想 实现成功 希望改变和幸福 他们只能在这个繁荣的社会里 在社会的中间阶层 日复一日 过着烦躁而麻木的生活 你的昨天和今天是一样的 而今天更是无数个 一模一样的明天的缩影 耶词的故事 就像是一把冷峻的手术刀 把个体和时代灵魂深处的孤独 从那些粉饰太平的日常里 一刀一刀地切出来 展现给读者看 好了朋友们 关于十一种孤独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雪坤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